秀琪哥 哇 秀琪哥好帥喔 來就是這些現在的烏克力 我們 來拍個照好了 來拍個照 來正中間 好來左手邊 是你大哥剛剛有捕捉到他那個 送上那個要捕嗎 要捕是不是好沒問題 好連不好意思大哥 哇這真是重你耶 這麼隆重的你 好在中間 來左手邊 秋心什麼 秋心哥 秋心叔叔 我剛剛聽到秋心叔叔 你知道是一次打擊兩個人 你知道嗎 其實我跟他媽媽是同學 所以基本上這個輩分 就已經是很明顯的 今天這個大家好 這個非常的開心可以參加小小的 這個記者會 是 那其實很早以前我就發現 他有一個很強很強的這個 企圖心 一個很強的一個 應該說是慾望吧 慾望怎麼說呢 因為他很喜歡唱歌 然後很愛表演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 我一直覺得他是一個很有 很有這個企圖心 很有野心的一個女生 雖然他很天真很純潔 但是就是感覺就是他的那個 一直想要往這個地方發展 是 所以你小時候就慧眼是這個音詞 就是看到這個小女孩 我是慧眼 但是我沒有把他拉到這個地方 可惜了 但是還好我跟你講 這個音樂市場 是不會埋摩有人來的人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今天 這個來發片出道 有沒有什麼想要 給他一些鼓勵呢 我首先要先恭喜小小 這個美夢成真 我相信你會好好的把握 這麼不容易拿到的一個東西 真的 每一個人都會這個珍惜 那其實我覺得 我在這一路這個音樂圈走來 我覺得我自己本身最大的感受就是 能夠享受自己的一個舞台 就可以了 我覺得當然是要加油了 要很多時候要很努力 但是剛剛在台下 就受非常緊張 我就覺得沒有關係啊 就緊張 然後就去享受這個 你看這麼多這個大哥 這個大姐們在拍照 鏡頭這樣子 我覺得 好好的享受 這個生活就好了 那其他的部分 這個大家都在幫忙 所以我覺得 只要有努力 就會有這個收穫 是 而且剛剛秋千哥我們剛剛看到 送上大禮日